沒錯 那也看一下阿姆桑第一場 他上次第一場是用精靈嘛 對不對 那我記得天語下去第一場都很喜歡用死靈法師 所以我大膽預測精靈打死靈 所以你拿死靈嗎 哎呦 那麼快就預測了是不是 對 我覺得應該是啦 好 那其實我覺得現場的麗智中學的玩家蠻多的耶 我們這邊來一點歡呼聲好不好 麗智中學的學生們 對啊 你幫你們的學校加油一下 而且必須要說麗智中學是前年的冠軍學校 今年的冠軍還會不會是你們呢 對不對 我覺得他們是 我幫我們記錯了是瘋鳥電競嗎 他們去年是冠軍打 哦 是瘋鳥電競沒錯 冠軍打雅軍都是麗智中學 好的 那我們冠雅巨軍的第一場已經開始了 由我們的阿姆斯堂對上我們的天羽夏月 哦 是死靈 沒錯 哇 死靈 對上野蠻人 對上先放了野蠻人 而且是感覺還是充牌陣哦 因為可以看到是火山怪鳥 以及充風火牛的充牌 對 看起來應該一樣是打 想要打充牌陣 這邊一個烈焰彈 哇 他把你的力拉撞過來吃烈焰彈 小虧一 小虧一 對 2加2 然後斷 對 這邊放一個建築 哇 這個花放得很好耶 對 直接把油缸給吃 哦 可是龍生地再站起來 那這一波應該是有機會倒點 然後 左邊對方神強 對 左邊的木靈神應該是要放掉了嘛 沒有 他沒有神強 所以這邊木靈神應該直接放掉 吸血鬼 哇 馬上補一個火牛出來 哇 這邊是高手的對決耶 對 他就放的時候人在站點 我覺得這個策略很好 對 那這邊吸血鬼感覺要熟嗎 太久沒有辦法 我覺得炸一炸沒有 啊 炸不是 炸不是 炸一炸 浴盒 魔術火解開了鎖地 對 然後再加一個油缸 這個油缸可能會被木靈神給卡住哦 哦 它稍微吸了一下也漂亮 這個操作 但我覺得 現在要想的是要怎麼開始熟了 對 因為畢竟這邊還是會被搶回去 對 畢竟這邊還是會被搶回去 哦 現在站到 可以下來這邊 左邊的靈靈長了一點回來 火牛有點早放了 因為莉拉可以讓他過沒關係 莉拉可以讓他先過 因為他過了沒差 他有可能的魔晶剛剛是已經滿了 哦 對 哇 那這一波其實也可以全放 哦 這邊是標準的 對 這邊可以全放 阿姆斯特朗全放流 對 這邊全放很好 因為 退去下來的所有的魔晶都已經搭下去了 衝鋒怪鳥 對 這樣就直接過去了 哇 無味衝鋒 剛剛那個放的非常漂亮 對 那這邊開了一個花 所以可能沒有要在這時候做進攻 對 這邊應該就是把他的生物集中在中間 中間讓你站沒關係 那左右 我看怎麼會站到 進去之後 阿姆斯特朗的領地還是領先的哦 對 現在這邊下來一個油缸 最關鍵的是個木靈神 木靈神如果倒點的話 破魔術火要破掉 對 現在那個油缸應該也會進點哦 沒意外的話 這個拉很漂亮 這個拉非常漂亮 是讓木靈神 重生一地套起來 FPA狀 進點了 立志中學拿到了78%的領地 對 現在28秒 破魔術火再把它殺掉 破魔術火破掉之後 領地來到了84比16 剩下20秒 現在很關鍵的是 哦 這個時間把護衛生 提到最左邊可以 那我覺得手右邊就好了 對 手右邊 如果是阿姆斯特朗的話 那個BOOSH者之外要守住 但是你這邊還要再用一個油缸場點 搶得到嗎 五位衝鋒衝進去了 92秒 哇 可是吸血鬼 欸 吸血鬼進去了 所以阿姆斯特朗的話 有辦法搶回去嗎 破魔術火衝出來 哦 差一點點 再給他一秒鐘 就立轉了 再給他一秒鐘就立轉了 哇 那我們恭喜天女賽這邊 率先拿下一勝 超級精彩耶 超級精彩耶 可是我覺得阿姆斯特朗有待後面失誤了 我覺得他失誤了 他剛剛或許 因為不死亡那個點 我覺得不太能放 我不知道剛剛是排序的問題 還是他失誤 他剛剛放了一個一一不明的旋風 應該是排序 就是他手上卡牌了 因為他剛剛最後破魔再加衝鋒火牛 再給他那個0.5秒 他的領域就轉了 我是覺得剛剛的 右邊的那個不死亡不能放 就是你可以左邊不戴沒關係 但你右邊不能讓那不死亡的戰鬥 因為不死亡的戰鬥就是戰三格耶 可能他沒有排解吧 他應該沒排解吧 我覺得啦 後續吧 因為他只有烈焰彈 比較像是作戰牌 但是剛剛看起來 最後的紀維爾操作有點可惜 我覺得他應該是 他前面的蠻精彩 他應該是磨進不夠了 因為他最後放旋風破魔再加衝鋒火牛 應該差不多10倍左右 那我們可以看到阿姆斯特朗 他其實流排能力很強喔 那天宇下面我覺得很 就看得出來他很努力在 我覺得這一場算是阿姆在掌握節奏 然後天宇現在跟很緊這樣 天宇下面剛剛的失誤就是 他在右邊砸了太多生物下去了 所以他把所有的生物都砸在右邊 所以變成阿姆斯特朗 那邊只要放掉 然後場上就是阿姆斯特朗的魔晶素 立刻領先 沒錯 那剛剛我記得沒記錯的話 他領先了8吧 沒錯 場上有整個魔晶素 那我看到阿姆斯特朗 這一場做的最多的一件事 是一直在控制對方生物卡的行進方向 對 我覺得這一點非常的細節 這個應該也是說 你如果要打衝鋒陣的話 你一定要做到的事情 對就是很細節 你要用那個二倍的火焰把他撞到 他可能邊邊腳腳或是用龍捷風慢慢吸 對 或他甚至用衝鋒火鳥燒 衝鋒火鳥燒撞一下他的角度 對 而且他的衝鋒陣靠底的確不錯 這場好精彩喔 11%的領先 對 差距 而且破魔術火我發現 我越來越理解他的重要性 因為很多選手都 我們一開始蠻不理解 我自己啦 蠻不理解這張牌的使用效果 原本來說他五倍的話 備用速度太高 但是現在改成四倍的話 變成他其實傷害很多 而且都可以燒兩個的領地 對 而且如果配合衝鋒陣的話 一破馬上強領地 其實是差很多人 其實蠻強的 因為衝鋒陣他的優勢就在於他的生物移動速度夠快 沒錯 但是在阿姆斯特朗這邊的話 其實他野蠻人還在啦 對 所以這反而天羽霞院還是要針對 我覺得現在阿姆斯特朗呢 他的選擇技比較多 現在反而是天羽霞在這邊 要猜他什麼時候會上衝鋒陣 喔 因為他是衝鋒陣以外 另外兩個職業跟衝鋒陣是完全沒有任何關聯的 對沒有錯 所以他如果防了一大堆防快牌的話 他對上德魯賓精靈就很難打 其實我覺得 野蠻人到底要不要先上 因為天羽霞院這邊的煉金呢 以以往的比賽經歷來說 他是有放城牆的 對 他是有放城牆跟劍塔的 但城牆跟劍塔來說 就蠻counter衝鋒陣的 喔真的 他可以擋火山會鳥 可以擋火牛 可以擋油缸 沒錯 所以這邊要變成是 你要去猜他會不會出野蠻人 但是我覺得他如果煉金也過了的話 雖然他剩下一個職業 但是代表阿姆真的會超好打 對 他畢竟沒有白色卡了 他衝鋒陣應該是很好衝的 好的 那我們現在馬上來看一下我們的職業資卡 我們荔枝中學的阿姆斯特朗這邊 還必須 德魯伊跟精靈跟野蠻人 三個職業要獲勝 遠東科技大局這邊天羽賽則率先拿下一勝 由此靈法師勝出 沒錯 他剩下是巫妖跟獵金出師 這邊兩個選手 一個是去年的冠軍學校 一個是公開賽的八強選手 非常非常緊張 而且光是死靈跟野蠻人的對局 就打得 就打得那種水生火熱的感覺 而且兩個都有自然屬性的牌 但沒有人帶牧靈神 對 好 我們現在的比賽馬上開始了 現在阿姆斯特朗這邊一樣選擇的是 野蠻人繼續出戰 那天羽賽這邊有練習 那我覺得阿姆斯特朗這一場不太優 太優了 如果就職業對局來看 應該是不太優的 以以往的練習來說 天羽賽這邊都會帶橙翔跟劍塔 沒錯 這邊有剛硬衝 欸 倒掉了倒掉 喔 雷歐娜撞出去 對 戰車王牌 那這邊火山怪鳥有要慢慢衝嗎 喔 這個吸得漂亮 他把他兩隻平衡在一起了 對 那這樣的話 損失的領地會少很多 對 我這邊放了一個王陵塔 招招招招放 地陣速嗎 我覺得地陣很重要喔 對 但現在還沒看到 喔 這個城牆蓋得好好喔 就我剛剛說的 如果說你要打這種 應該說衝鋒陣的話 你可能會需要放到一個地陣速 對 因為你非常害怕 對方可能會打什麼王陵塔 或者是打 呃 黑劍塔之類的 對 因為 喔 有帶 有帶 好 他剛剛才刷到 對對對 這個一定要帶 然後這邊火牛衝進去之後 其實鞋軌也有點 喔 他不想解了 他把他擠到差的位置 對 把他擠到中間 鞋軌如果不提的話呢 他只會站到兩格的力氣 其實我真的覺得 衝鋒陣不會有人去解鞋軌 但這邊可能需要再吸一下嗎 這樣也可以 就這樣吧 反正還有更大 哇 這邊有點小失誤 對 太早 我跟妳講損失了一點血量 太早了 然後遇到莉拉 莉拉能夠收掉嗎 還是不想到死啦 我就有點好奇 喔 再次王牌 這邊再蓋一個王陵塔 雷歐娜把他吸到中間去 喔 吸得漂亮 對 不用理他了 對 這個已經是 不會掉任何的領地了 這樣就看地震有沒有刷回來了 因為現在遇到的是王陵塔 如果地震沒有把他解決掉的話 王陵塔會很麻煩 我覺得現在的衝鋒陣其實蠻強的 他有很多的選擇機 其實自從油缸出來之後 充分真的就帶上一層 對 真的 真的 直接上一層 我們來看一下不死者之王 遇到油缸 打死之後感覺油缸 欸 對方成長 現在就是你看 雞鐵鬼放掉 雞鐵鬼五倍 後魔術火只有兩倍 真的只有四倍而已 所以現在是白換的話 應該已經遇到一倍了 都一樣是兩條 對 那我們看一下喔 火山怪鳥雖然被禁錮了 等下來了 這邊上了主人志豪 喔 無敵不死者之王 喔 然後這邊火山怪鳥還復活一波 然後這邊火 喔 哇 漂亮 這個很漂亮 這個真的很漂亮 一條龍啊 對 剩下30秒的時間囉 好快喔 剩下30秒 那這樣的話反而天雲霞 因為 趁爬站回來 這邊 魔術火之下主人志豪 直接把裡面搶回來 這個油缸往前衝 但是急衝了一點點 哇 但是最後一波 天雲霞在這邊的 已經所有的 物件都已經有生物了 這個雷歐娜很重要 哇 雷歐娜又被 又被跟到最後兩條 最後12秒 這個只能放嗎 最後10秒的話 這兩波 這不能放 這不能放 最後5秒之後 在最後1秒之後 沒有生物了 剩下 我們恭喜天雲霞躍 二連勝 哇 可惜了 可惜了 只有生物還被堆疊出來了 對 它最後的生物是 呃 應該說全場都有放了生物 所以變成它不太好去撿 它左邊中間 右邊都有放生物 而且我發現一件事 就是細血鬼飛起來之後 體積是原本的兩倍 對 它是可以站到三格的 它展開翅膀之後 站了三四格 對 超誇張 所以我們說剛剛有時候 細血鬼其實可以放掉的話 你可以再用 放不住我這樣回來 沒錯 因為細血鬼5倍嘛 放不住我只有10倍而已 可惜的是細血鬼被打飛了 不然的話 如果是小細血鬼 它剛剛那個後面 基本上是 我覺得檔是應該的 但是沒有太多檔的手段 對 畢竟它是衝風陣嘛 它也只能加點檔 加點檔 那可惜 它的牌組就是長化在 所有的衝牌上面 沒錯 就是獲取 我在想野蠻人會不會放 當在後期的時候 可以拿來防守的一些牌組呢 呃 你說一些戰鬥牌嗎 它其實這場好像已經 把烈焰彈給拿掉了耶 就是把那個跳跳球給拿掉了 但是牌是沒有贏下來 有點可惜 對 但我覺得啦 它本來就遇到一個會Counter它的牌 就是一個職業 對 它如果這場的話 反而可以再上一次也蠻人 對 但是我在阿姆市場那邊 它要把那個地震樹給帶出來 對 如果它剛剛沒有地震樹的話 它其實基本上很容易被王陰塔 你說阿姆這邊嗎 對 阿姆這邊 對 它把地震樹帶出來 至少可以防掉王陰塔的部分 對 沒有錯 那現在呢 就是遠東科大 天羽夏宇這邊已經來到了賽末點喔 天羽夏宇還沒有拿到第一敗耶 對 但現在的巫妖來說 對阿姆市場這邊其實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就很明顯 它就是巫妖了 我真的覺得它 除非天羽夏宇冰凍書放得世界無敵好 不然的話 我覺得要防衝牌陣 其實是有點難度的 這邊就是一樣 做禽獸知道蠻重要 阿姆市場這邊應該要知道說 它的巫妖上一次是帶出牌 因為目前來說 天羽它的巫妖牌好像幾乎是沒換過的 就還是一樣 就是一樣是冰女嘛 然後不死之王冰鳥 然後幻龍素是企鵝等等 還有莉拉嘛 還有蟹蟹鬼 蟹蟹鬼跟莉拉這幾隻 對大概就是這幾隻牌帶輪 沒錯 所以我覺得要去針對這個牌組打的話 也不會是太難的一件事 對 那就可能要防一下像是暴風雪阿 或者是巫妖的話黑色系 我覺得詛咒王連領域應該就不會帶了吧 王連領域防塊好像沒有很強 防塊對 的確 因為它傷害太慢了 但是現在就在組了 到底是野蠻人 對耶 還是你會當可惡 它如果王連領域不帶的話 遇到那種大型慢牌 又很痛苦 又很痛苦 那至少我覺得現在 因為征服制的關係 所以掌握權 應該會落在阿姆斯特朗這邊 對沒有錯 因為很明顯的就是 你剩下一個職業就是無邀吧 那我三個職業呢 我應該要 各個職業要怎麼組才打得一無邀 現在變成是阿姆斯特朗這邊 非常重要的課題喔 我覺得現場立志中學的學生也比較灰心 因為登服制很容易出現讓二追三 非常容易 真的非常容易 對因為對手會只剩下一個職業可以使用 對就是阿 你如果你的牌組 如果巫妖牌組可能就太單一性的話 那你再最後一個包就很難拿下職業了 沒錯 那我們看到天羽夏月是確定剩下一隻巫妖 對沒錯 現在是天羽夏月的賽末點了 對 如果巫妖對上木鈴筍的話 我覺得還是畫蛙好用一點 對畫蛙可能會好用 因為已經沒有剩槍了 所以可能就只能一樣畫蛙 所以我覺得天羽夏月這一場 有可能會帶畫蛙術喔 因為畫蛙術其實對於充牌勝也蠻好解的 尤其是油缸 對油缸可以解人 然後怪鳥也可以解 怪鳥可能比較大成本一點 對 不過剪掉也是可以啦 大鳥就只能算牠五味衝衝衝下去的時候 把牠瞬間變成青蛙 五味青蛙 對五味青蛙 我們看一下人魚公主 對 喔不對 幻龍術師 這邊就幻龍術師 對阿姆斯大長這邊選的是精靈出戰 對幻龍術師 對上的是木鈴筍 這邊阿姆斯大長是有帶木鈴筍的精靈牌 對那現在阿姆斯大長這邊有兵器盾嗎 噢 有兵器盾 它是先放便具 然後無理盾 精靈盾放上去 哇 排序不好 對 很明顯的看起來是應該排序不好 對 牠開槍先放了哨兵 對 牠如果精靈盾先出來的話 剛的物靈神其實有機會過的 沒錯 不過被看起來場地還是有阿姆斯大長的領域 哇 差很漂亮 哇 那這一場的話 就排序的部分的話 聖槍有點在這裡覺得世界會走 對 那這邊劉娜打不死者之王 配蛇亡靈領域 這邊 龍術師大長有機會收掉嗎 有 可以 我是說被收掉 喔 被收掉對不對 我說他可以被收掉 那這就蠻辛苦的 因為不只說如果走到前面再站起來的話 哇 這個牧靈神 會被一直砍 對 除非他有御盒 不然的話有點鬼 欸 你說實在有 這套無敵欸 這個天狼廢了一點點 就比較可惜 因為剛剛有沒有在前面收掉那個 而且他又套御盒 對 現在記憶盾要套了 記憶盾是非常好唱的第二戰士 沒錯 現在側把盾敲 這邊花花束變起來了 但是他還在律盒當中 喔 在冰一次 在冰一次 冰雪女王 冰雪女王打死了 對 右邊幻龍術師 對 現在這個 這邊有蠻多 場控的 畫蛙 然後還有 冰鬥跟冰雪女王 所以 其實護靈可教的主要點 還蠻辛苦的 沒錯 而且不死者之王也蠻 蠻counter的 對 而且他還有帶一個那個 這邊 雷歐娜直接把幻龍術師撞出去 然後這邊 小龍直接被燒死 對 再靠一個 綠盒 這個不死者之王感覺會對冰雪女王造成很大傷害喔 對 唷唷唷唷 蓋一個 卡耶 喔 樹腰 樹腰來了 好久沒看到這個東西很可敗 樹腰打地命怪超強 對 超強 他還是這整個放棄 放棄這幾次的校園盃呢 第一次組長 沒錯 那我們看到 這邊冰雪女王在偷偷往前喔 對 因為現在看起來 我覺得這一場打到後面只能看你低速了 沒錯 這場應該是快的 不太可能可以充點成功了 因為剩下30秒了 這個下的還不錯喔 不掌一下時間 但是 會被白溪喔 會被白溪喔 這邊可能要趕快下一個重慶造兵了嗎 喔 這邊選擇 大戰車王白 來推木神 老漢推車 推不開得過去 一定是 預知中學的希望 所有的東西 方方的 寶物的手段 能上就上了 可是左邊失守了喔 左邊的話 這邊要怎麼辦呢 左邊 兩格也還可以接動 不是的 我會偷走 有機會拿他嗎 這邊不能放 哇 這個輸要可能跳上 哇 居然逆轉了 居然逆轉了 差一點點欸 所以天羽善因為打到冠軍沒有輸過 我們恭喜天羽善 好可惜喔 我覺得都差一點點欸 哇這三場都差一點欸 對 這三場都是50幾比40幾 沒有錯 而且第一場是51比49 天哪 不過也沒有關係 因為第一次中學是拿到這一次的亞軍 對 天羽善樂是 繼上次公開賽八強之後 拿到棒式杯的冠軍 對 所以獎金的分別是15000元跟10000元 但是我必須要感謝這兩位 最後三場都超級好看 最後三場的隊員就是 生育隊這款遊戲好玩又好看的地方 應該說4G 他們打的策略明顯就不一樣 我是真的起雞皮疙瘩欸 因為其實 這一次是學生性的比賽 但是我打的很像是上次在看職業選手的那種公開賽的比賽 對 就非常期待這個生育隊員之後會有一些更多的賽事出來 真的 如果有的話這兩位一定要回來參賽 真的 這兩位的話一定會是那個打進前面的一個強頂 對 我們剛剛看到非常多精采的操作 比方說 他那邊的那個野蠻的一些 紀維的一些操控對方的一些位移 對 而且還有一個比較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嗯 在阿姆社長那邊有上一個那個油缸 他下在最右邊 他往前衝然後 聽一下那邊下一個木銀水場 然後去做主打 沒錯 對但是呢 阿姆社長那邊就用龍捲風 跟再用那個衝擊把他撞開 對啊 那邊其實操作是還不錯的 我這幾場我真的看得非常的開心 我真的覺得生育隊 他們把生育隊就是淋駕在一個非常高的領域上面 對 而且他們其實原本也是練得夠多啦 招花天羽下月的確有把對方的情收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對沒有錯 因為這場這幾個派 光是主牌方面啦 都是有克制到的 而且尤其是 這遊戲如果 像打到剛剛嘛 很明顯的就是 關鍵會在最後的十幾秒鐘 哇真的 那個其實 最後的時間嘛 大概應該是你在一分鐘左右之後呢 你可能就要知道說 你這樣大概站不到今天 所以我們的打法可能就要變成改成 我們領地要怎麼站 對 我覺得最有 而且你還要清楚自己的時間分配 因為你衝鋒陣不能太早拿到優勢 真的不能太早拿到優勢 非常特別的一個對決 是的 好的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訪問交給我們的JoJo 好的 那我們再給他們一點點的準備時間 還在準備當中 沒關係 那這樣子總共這一次呢 就是一萬五一萬 好好喔 對我覺得在 對學生來說是一個 是一個天 而且 而且不得不說 聽一下 他說他昨天都沒練 對 他昨天就是在看VOD而已 沒錯 我覺得他請說在這次遊戲可以看出他的重要性嗎 對 應該說我覺得對牌組的理解性 而且知道對面要放什麼牌的話 應該說對整個遊戲的理解一定要非常高 然後加上他操作沒有太多的失誤啦 因為如果你的理解高的話 對牌組的熟悉度就高的話 你有很多的牌組可以去引譯 沒錯 也是恭喜現在的選 恭喜冠軍選手 好的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訪問交給我們的舅舅囉 好的